E-SADO 精準定位 E-SADO 精準定位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E-SADO 專用頭架 第二個是束前的電腦斷層吻合 可以看到我們圖示或頭架的部分 頭架非常的重要 它有兩個構成 第一個構成是在我們看到的 我們下巴跟遮住眼睛的這部分 它會去固定我們頭部 讓我們頭部不能轉動 三次左右移動都不行 因為基本上我們的腦部手術非常的精細 差一公里左右就會產生嚴重的誤差這樣子 那這個固定束之後呢 我們會再進行一個叫做電腦斷層的束前吻合 就是說我們會取病人 一定要先做電腦斷層 然後會取出他的頭骨的輪廓 然後在我們在束中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核磁共振的造影 那我們把兩個影像去合起來 這樣就可以讓我們機器知道說 它的相對位置 跟我們之後 在做這個治療的時候 它的超音波的聚焦會打到哪裡去這樣子 那這兩個動作都完成之後 我們基本上就是非常的精準 誤差會小於1mm就是我們公里以下這樣子 我們基本上呢 在超音波作用的時候 它就是會穿過頭骨 然後影響到我們的腦類 那我們在紅色的部分 就是我們主要治療區域 綠色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它比較不能夠聚焦的區域這樣 它能量上次就會比較多 那在中間能夠紅色能夠聚焦的區域呢 我們可以達到最大功率 大概36000角額左右的一個能量這樣子 再上去可能目前的機器沒辦法 之後我們看能不能再改建 那使用次數的部分的話 其實沒有特殊的限制 主要是病人忍受度為主 因為病 雖然我們是一個比較不會有痛覺 然後不太需要見邪的手術 但是因為在給很多焦額 就像我們在太陽曬很大很大的太陽一樣 會變成會感覺熱 或者是會曬到有點痛這樣子 那如果病人能夠忍受的話 其實是做幾次都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探頭總數的話是1024個這樣子 有道理的時間 不需要有什麼問題 而不需要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